母亲节要到了 保养品业者秀到商机 来看他们所推出的 近白去斑跟保湿的功能 受到大家注意 包括女星方馨 也受要参加这次的记者会 还分享自己如何可以逆龄的 那我们来看这次生技公司 抢进保养品市场 把这个自家的产品 报名参加法国维多利亚美妆比赛 还得到了最佳创新奖 一滴精华由50亿颗的胶原为例 也胜过了其他的参赛者 那么业者还跟中部的大学 进行产学合作 加上包括保湿光滑 还有遮瑕等等的技术 准备在今年的母亲节当中 大量的来瓜分保养品市场